大家好,又是我朱莉媽 看看今集流轉到哪裡 HAPPY WEDNESDAY 又和大家聊聊天啦 Hello,又是我朱莉媽 今次帶大家去外丁堡吃東西 這間餐廳這幾天 不同的朋友都傳給我 因為原來這間餐廳在香港元朗開過的 是很出名去買一個流心芝士蛋糕 她說開了去外丁堡 你快點去吃吧 但其實她還未傳香港的報章給我 之前我已經去吃了兩次 由於之前也是那句太忙了 不空弄片 現在就弄片給大家 這間是絕對值得去吃的一間餐廳 大力幫忙先推一推 還有她的職員是老闆 應該是這樣 老闆是香港人來的 真的在香港開完餐廳 然後過來愛丁堡開的 如果你們在愛丁堡住 或者離開愛丁堡 我覺得這間餐廳真是必吃 它是香港人的味道 小朋友喜歡吃 連老人家 我帶了爺爺媽媽去吃 他們都說想再吃多次的味道 這次就推介給大家 首先去看這間餐廳的時候 我對她的名字非常有興趣 朱利麥是一個很有探究精神 也很願意去試新東西的一個人 所以探究精神 另外就要看看她的名字怎麼讀 她英文The Clock 大家都知道了 中文名是甚麼呢 很有趣 九字加日字 第二個字的日字加九字 當然是上網去看 原來這個字 就讀角落 角落 角落是甚麼 角落頭 角落頭 它的意思是 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 即角落頭 大家明白了 她在那個地方開餐廳 也不是那些大街大巷 也有一點點角落頭的感覺 我想她之前在元朗開餐廳 其實雖然朱利麥真的在香港 沒吃過她的店 因為真是很少很少進元朗 幾隻手指掃得了 沒吃過 但她來到後 我也覺得香港人開餐廳 當然要試一下 所以去了這間角落The Clock 試了 分別吃了兩次 大家和不同人去吃 大家都是讚的 看看她們的裝潢 都是朱利麥最喜歡的 木質 不知道外國是否流行 木桌木登 整個裝潢都是很簡約的 但她又有一點點 不同民族風 放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看 但我喜歡的裝潢 是簡約用木質的一些家具 去處理她的裝潢 那她的角落頭 角落頭 是的 也有一點點手作 我猜是手作來的 去擺賣 是一些明相片 postcard 卡仔 這樣 不是很大的 但擺在這裡 而且她都很顏色 這間店鋪的主題 另外這間店鋪是咖啡 我沒有喝到咖啡 但她整個擺到的設置 我是喜歡的 因為有特色 我就是喜歡有特色 和不同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好 未進入主題之前 不好意思 因為每次去吃 我們都是吃晚餐 吃晚餐 他們每次都比較遲才到 老闆就八點鐘一定要收舖 多好 八點鐘收舖的餐廳 應該 過到來應該要輕鬆 不要太辛苦 自己幫她八點鐘收舖 是預備明天的食材 我們又比較遲去 而且又很餓 所以就忘記拍下這個食物餐廳 但我記得 她有六至七款麵 麵 或者麵食 飯食 都不是很貴 九個多磅 因為我推介的原因 她真的不是很貴 她是值得吃的 我又答了 九磅幾 好像有六款 我依稀記得 好像有一個是韓國 韓國什麼飯 我會講 卡邦尼 而且她選擇不多 但是全部味道是 香港人會接受的口味 我覺得她的味道不多 但是她就是 很專業地去做這六至七款的麵 還有她有那天的特製麵 我現在介紹了 好的 第一款就是剛才 她很記得因為好味 這款是類似韓國的石頭鍋飯 有石頭鍋飯的辣汁 還有豬肉 還有紅蘿蔔 還有些少許蔬菜 是混合的 還有雞蛋 有少許流心 混合的味道 是像韓國的石頭鍋飯 是好吃的 我第一次吃完第二次 也是繼續叫 不過第二次不知道為什麼 是辣了少許 但是就算辣了少許 我覺得也是好吃的 這個是給賺 值得一試 九個多 來講 在英國吃一碗飯 而吃得飽 我覺得是值得 而且味道是很適合我們 第二個 這個也是盛讚的 其實它每款都真的很好吃 這個盛讚的 這個是東蔭公 它是很融合的 不同國家的菜都有 東蔭公湯底的 一個 那兩隻蝦是新鮮的 大的 老人家不知為什麼很喜歡吃 這個是好吃的 東蔭公 就是來到你會試自己做 或者去超市去買 東蔭公湯底 它絕對地不是去超市買的 不同味道的 東蔭公湯底 這個東蔭公湯底 是好吃的 所以都非常極之推介 這個東蔭公大蝦 SPAGHETTI 另外這個 就是它說 那天就特製了這個 類似燉雞飯 Excel的名字 我不記得了 但是都是醬汁 它所有醬汁 我很喜歡有醬汁的食物 它的醬汁是混合飯 又是很好吃的 那些紅鵝白薯仔也很軟 雞也很軟 不過 在英國不知為什麼買雞 又便宜又好吃 又滑 那些這樣 這個都不錯的 然後這個 就是小朋友很喜歡吃的 卡邦尼 他們是 姐姐不太吃很多東西的 但是它居然整碗都吃光了 那弟弟吃完 還要動起手指公 說很好吃 是那個碟 是一條都沒有剩 你知道小朋友吃東西 都一條都沒有剩 是多麼難得 所以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吃的 另外就是 上網找資料 它都說是蛋糕很出名 但是由於我們是夜去的 那它最出名的那些流心蛋糕那些 就賣光了 剩下兩次都是朱古力蛋糕 我們都有試的 那弟弟也是吃完那個 麥克羅羅尼 覺得不夠了 我要再吃了 那他自己就說 我要吃蛋糕 那他去叫 很有趣 上網有塊牌就是那個角落 角落 那塊牌在那裡 不能吃的是筷子來的 不過佈置設計裝飾得很美 我會欣賞一些有美感的東西 那這個朱古力蛋糕 那弟弟吃了 不過他吃了一口 其實根本他都不喜歡吃蛋糕 不是不喜歡吃朱古力 是啦 他吃完就我吃了 那OK啦 那一口就OK 但是我猜他 真的出名是流心的那些 但是我試不了 那另外第二次就試了這個 這個我覺得相對地比較好吃 好味一點 這個是軟身一點點的朱古力蛋糕 那有個小朋友吃了一件 又一件 那他就清了 不是他吃了半件 再半件 清了一個 這個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另外他也有飲品的 那我叫過這一杯 這杯是類似於綠茶特飲 那是很重的綠茶味 非常之重的綠茶味 是OK的 好味的 但是那個冰就多了一點點 那次喝完之後 為什麼喝完之後 還有半杯冰在這裡 那些飲品就很快就消失了 不過不要緊 因為他很有趣的 這個香港人很喜歡的 草薰 他每吃一個麵 或者我不知道他怎麼算 我也不知道 他的甜品算不算一個 還是怎樣 他有得儲的 儲卡仔 儲滿十個 就有得一杯咖啡 那我下次就試一下咖啡了 那這間The Croc Go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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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推薦你們去吃 還有我們支持 真是香港人開的餐廳 也來這個市中心不遠的 有機會來愛丁堡 或者去愛丁堡 記得打個電話去訂位去吃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comment 和按我們的鐘仔 see ya bye